南洋理工大学的联营州纪念奖学金设立于2007年 至今总共有约100名来自新中两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 获颁奖学金成为联氏学者 在新加坡和中国进行互访并深入交流以及学习 为促进新中两国的相互了解 做出卓越的贡献 The Lening Chow Legacy Fellowship 始建了我的祖父母的传统 当他一个商人 他非常关注于新加坡-China的商业 通过人-to-people的交流 但除了只是一个商人 你认为如何能够返回社会 如何能够更好 所以我们和 NTU 开始了这个Lening Chow Legacy Fellowship 南洋理工大学和联市基金联合设立 联宁州纪念奖学金 联宁州纪念奖学金是一个高级人才的交流计划 为新中两国的精英人才提供比较深层次的进入和拓展视野的机会 奖学金项目办公室 每年都会在心中两地举办一系列活动 为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供多个平台 联宁州纪念奖学金 秉持着联博士热心教育的理念 为新中两国的人才提供拓展视野 相互学习的机会 而两国的联市学者所建立的紧密望卧 也为巩固心中关系 做出深远的贡献 解识中国的精英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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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北枪中央理解采取得更大 理由于中国的精英人 生命的安全和更新的未来 人们 为人们参加联系 他们必须 人们的深历经历 对那是 是输 ego的 这是不挨招动的 这是一个生日期 如果您想建立兴兴兴 两个国家 那些社区的社区 我认为这些是值得的 我父亲所建立的 建议兴兴兴 我喜欢这些人 在新年代的新年代 的新年代